白風山下由億通風情雙城突約播出 白風山下,大事小事,時事關心 民村之牆立烏塘繪題 他由作物獸針嚴重 環保部門和鎮政府介入調查 獨立音樂會,讓觀眾享受最純粹的音樂 平民時歌,用心表達,大事小事,時事關心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5月7號的白風山下 當前,全市各地都受到罕災影響 不過,白風山下難目接到布料獲 民村鎮沙其冬二村幾百畝農田卻被浸了,受損嚴重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馬上去顧著一下 昨天上午,在布料人林宿的帶領下 記者來到沙其冬二村數百畝農田 就這樣一看,無論是水道、通菜和蓮藕都並無異樣 在田頭轉了幾圈,記者才發現 連連邊的農田被青黑色的水浸泡著 水就變得黑了,至於結業常排湊 稀泯一般的水,到了出現 Kaban 零豬池、租戶、管理線 我一熟悉的時候 堵了、堵了、堵了 沒有保證的 就是攤零糊的 肯定是共代的 退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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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所說的豬場 就是在我後面的那個塔 一再往少少的位置 村民介紹 豬場的污水 就是由豬場繞過那個塔 再順著這個方向 一直排過來 所以可以見到 在我後面的這一片的通菜田 都已經是全部被污水污染過 全部死光了 村民介紹 今年缺水 很不容易才把農作物打理好 想不到 上游的民村豬場 悔堤 另一切化為泡影 林叔還有一畝多的通菜 和一些蓮藕 通菜生得快 半個月就可以收獲一批 這一批通菜 眼見就可以收成了 但是如今 已經出現肢葉枯毀的跡象 再加上 被豬場水浸泡 肯定不可以吃 是不可能賣出去的 一批五六百斤 但是這一批 就差不多損失了一千元 接下來 以怎樣處理也是一仇莫展 損失只會更多 蓮藕的荷葉枯毀得更加明顯 減產是沒辦法避免的了 原來自民村豬場投入生產以來 類似情況時有發生 今次最為嚴重 5月3日晚上 這個豬場的鬧烏糖毀題 是直接原因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村民所說的決堤的位置 我們可以見到 豬場就是在那邊 豬場的污水 原本就是要經過那邊的三個水塘過濾 再慢慢流出來 但是在3日這個地方發生了決堤 所以豬屎水就是突然間在這個位置 全部不經過濾地湧出來 造成下流的豬屎水濃度過高 在4日經過搶收 這個決堤已經是差不多被補好 所以我們在現場見到 已經是沒什麼豬屎水再湧出來了 為什麼豬場的鬧烏糖毀題 洶湧而下的豬屎水會進入到農田的灌溉水渠呢 記者走訪發現 豬場就站在農田灌溉渠道的旁邊 平時經過沉澱之後 納烏糖的污水才會慢慢排出 並且流入灌溉渠道 由於濃度不大 對農作物的正常生產並沒有太大影響 沙奇東二村的農田並不是靠主渠灌溉 而是靠枝渠 在主渠和枝渠的地方 有一個閘口 由於近來缺水 只有放閘才可以把水排到枝渠 想不到的是 洶湧而下的豬屎水 就在一夜之間 將數百畝農作物淹沒 在記者採訪期間 市環境監測大隊執法人員在現場進行查刑 民村鎮政府的工作人員也積極協調 這樣調查的初步結果如何 賠償問題又將會如何解決呢 事發之後 民村鎮和市環保局聯合介入處理 為防止問題嚴重化 民村鎮政府一方面要求 民村鎮場負責人迅速修補選委的提拔 防止更多污水外洩 另一方面 要求鎮農辦和沙奇村委會 對受污水影響的村民做好解釋工作 近期內不要再抽取這些水灌溉農作物 並對涉污排水進行技術處理 經過現場查刑和會議討論之後 針對民村鎮場沼液養化糖違法排污 使環保局作出三點回應 1.台山市長江食品集團下屬的民村鎮場建設項目 未經環保部門驗收就投入生產養殖 違反國務院建設項目管理條例 將立案處理 2.蓋豬腸小液那烏糖因為水量儲存過大引起潰堤 未採取有效的防範應急措施 造成環境污染 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止法第68條規定 將立案查處 3.農作物理賠方面 將由農業部門和民村政府 作出相關評估和理賠之後 再由環保部門處理 如果涉及刑事案件 將移送公安部門處理 那些水道 整個鐵八百毫 整個狂的有客戶 連農事件 那些用那些股就不行 那些人做 陷害來減低 那些人幾天 原來整個愛知田那裡的水道 每天都要3年 沒有數目 那些股販都是打兩袋 兩三袋都沒有 其實一點都沒有賠償 民村新政府表示 接下來將會按照市環保局的處理意見 對民村豬場進行監督 並要求該豬場落實整改 賠償方面 經初步估算 受損農田範圍僅限於沙埔為一帶 受損農田面積還有待核算 同時 工作人員將會進一步核算受損的農作物 和經濟作物的面積 加快和豬場業主協商解決方案 近日 四位來自廣州的優秀唱作人 聯合我市的音樂人 為市民獻上一場別開生面的獨立音樂會 去看看 為何這場音樂會別開生面呢 因為這場音樂會沒有華麗的燈光 和圈麗的特效 只有簡單搭建的一個小型舞台 和幾樣樂器 而舞台和觀眾位只有一步之遙 主辦方介紹 這樣的音樂會形式 能夠讓演出更加回歸到音樂本身 讓觀眾更直接感受到音樂的魅力 我們今晚集合了一班優秀的音樂人 在這裡搞音樂會 然後希望大家團結這個力量 一起出發去把這個愛傳達 給所有的觀眾和喜歡音樂的人 活動開始 首先由黎智我市的X樂團 為觀眾送上聲賽的歌曲 動感的節奏、熟悉的旋律 不時讓台下的觀眾和他們一齊揮備合唱 隨後來自廣州的唱作人輪返上場 通過自彈自唱的形式 為觀眾帶來不同風格的歌曲 有像夏天的風般舒服的小青春 有心情款款的聚雪的心情歌 一首首原創的歌曲 令觀眾聽出耳由 音樂本身是傳遞著一種精神 和一種力量的 其實音樂是無分各界和地區的 所以我本身是台山人 我很熱愛台山的 我想多些專業的音樂人 來這裡分享他的音樂的心得 他的好的音樂 記者了解到 類似的音樂會在台山還是第一次舉辦 不少觀眾表示 這樣的形式很新鮮 既可以接觸到不同種類的音樂 又可以令自己的心靈得到放鬆 到底這幾位唱作人是怎樣和台山結縣 他們對台山的音樂氛圍又有甚麼看法呢 明天的白風故事 記者繼續帶你去聽聽他們的故事 昨天下午4時左右 在新台高速師前站出口 往台山方向約500米柱 一輛廣州排的吉普車發生自然 由視頻畫面可以見到 車輛完全被大火包圍著 車輛上空升起滾滾黑煙 據介紹 發生自然之前 該車正在正常行駛 突然間 車頭開始起煙 靠邊停放之後 司機還未來得及處理 車輛就產生明火 並且迅速蔓延 逃離車廂的三名私城人員 以及途經打算幫忙的熱心司機 都來不及滅火 車輛自然 懷疑是線路老化短路所致 在這裏亦要提醒一下廣大車主 近期天氣持續高溫 要對車輛勤加檢查和保養 今期節目時間就到這裏 想了解更多三文資訊 請登陸白豐網 3W.tsbtv.tv 或者掃描關注白豐網微信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 臺山市人工爭語作業通告 為緩解當前刊程 經事政府研究並報江門氣象部門同意 我是近期將適時組織開展人工爭語作業 現著有關事項通告如下 1. 作業時間 2015年5月10日至2015年5月12日 具體作業時間是天氣和空域報批情況確定 2. 作業地點 有關水庫附近 大龍洞水庫、旗山水庫、歸南水庫 作業控制範圍以作業點為中心半徑10公里內的區域 3. 注意事項 1. 無關人員請勿進入作業區域 2. 如果發現人工爭域火箭彈殘體或故障彈 請立即向當地公安派出所或是氣障局報告 不要擅自靠近、拆除、搬動或儲藏 特此通告 台山市人民政府2015年5月7日 曾經走遍世界 煽動得家是心中永遠的港灣 大家族的聚居首選 台山碧桂園、九年職電 魚絲魚畫的山水大城 酒店、學校、商業等一應俱全 全新白露灣議期230至260方山水美墜 幸福里86至139方壓軸精裝陽房 摧殘賺房 碧桂園給你一個五星級的價 保護路橋、珍愛生命、拒絕超載 嚴厲打擊、車輛超限超載運輸行為 預防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發生 保護公路基礎設施完好 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舉報電話5528043、5671073 國際旅遊小姐的比賽 它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關於國際旅遊小姐的大賽 第一個就是在國際上的影響 第二個就是在中國的影響 第三個就是對我們企業的影響 這次比賽對你們來說 應該也是收穫很多 是 頭銜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是奔向我自己的目標來的 就是了解更多的旅遊文化 因為我一直覺得選美 長得好看就行了 身材好就行了 長得高就行了 但其實說真的 我們進入總決賽的選手 其實有一些身高並不是特別高 清談節目有空聊天 逢星期四、星期五 在台山台播出